那小S呢因为胖达人面包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近日来呢备受影响 不仅事业受阻商业代言活动也遭到临时撤坏 甚至连周围的一般好友同样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我背后这栋就是小S的地保豪占 你可以看到地保门口一共有两个门 其实这两个门呢就是他们的车道进出 一个门进去 另外这个门呢则是车子出来的地方 因此猪外里面的富豪们 他们的隐私权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 进出都通过车道 即使24小时待在门口守候 记者们恐怕也很难在这短时间围堵到小S本人 尽管媒体逐渐散去 但小S因为胖达人事件受到的负面影响却仍在加剧 有数据统计称 小S主持的节目康熙来了出现了严重的收视下滑 流失了4万多观众 近日又有消息爆出 由小S做代言的某厂商决定放弃小S 重新选择代言人 据了解 传说中要与小S解约的这家素身衣品牌 与小S合作已有7年时间 双方向来互动愉快 日前才刚刚续约 却不料遇上了胖达人面包代言失实和内线交易风波 据悉 此前由小S拍摄的该品牌电视广告也将停播 果不其然 10月18日下午 该厂商召开了一个发布会 代言人从小S变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台湾地区艺人玉芳 我今天真的就是有情美丽见证 所以呢 我不是代言人的身份 代言人还是小S 大家看 品牌有说刚刚就是双代言嘛 然后接下来可能一些中年庆的活动 我们就是来帮忙小S的 所以接下来你也都会帮忙 如果他们有需要我的话 那小S知道你就是现在要来有情见证 他有什么要事 他就说让他好好梳洗一下吧 看来预方对媒体的关注焦点早有准备 并且立刻替小S澄清 更换代言人是个误会 电视的广告啊 或是目录上面啊 也都还是小S是代言人啊 但是显然小S眼下并不愿意面对公众 已经为此事影响到了工作 此前台湾地区民嘴周玉寇 对小S的抨击恐怕还是严重的伤害到了小S 这个是多可恶的一件事情 从头到五这个骗局 小S你会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你公公去找胖达人 不是要卖好吃的面包 是想要从中有股票涨掉以后赚钱吗 光凭这个小S就不足以立刻将来作为公众人物 所以他流多少眼泪 不值得同情 就在周玉寇此番言论发表后不过几日 小S陆志欣一期康熙来了时也语出惊人 被外界解读为对周玉寇的强烈回击 我要告诉你不管你是谁 将来有一天一定要你加倍奉还给我 而这场炮火猛烈的口水仗 实际上还波及到了小S周围的一众好友 周玉寇的言论堪称一杆子打翻一船 S帮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像黑道一样的娱乐的帮派 这个是大家所认可的 因为台湾的社会很多人要靠S帮吃饭 我只是少数不靠S帮吃饭的人 所谓S帮 指的就是台湾地区娱乐圈众所周知的一挂姐妹头 成员则是包括大小S范伟奇 吴佩慈传导莫书带等一众艺人 周玉寇将他们的高调友情归结为黑道帮派的言论 或许有些偏激 但相信仍然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究其原因很可能与这次事件中小S一众好友 面对公众时的态度不无关系 当然我们在这一两个礼拜都是陪伴她度过这样的一个风暴 我觉得也不要传说太多 然后也给她们的时间和空间 让她们的度过 我也觉得要为她祝福 因为谁没有过风风雨雨呢 希望这一段时间可以胜利地祝福 给她空间 给她祝福 好友们面对媒体时几乎是统一口径 同时他们也不约儿童避重就轻 绝口不提事件的核心问题 无度有偶 同样隶属S邦的穿导莫属弹 也在去年遭遇过严重的公众事件危机 殴打出租车司机 但即使情节十分恶劣 S邦好友们还是毫无底线的一味支持 有生活朋友啊 我们当然那个关心她都是 不是在台面上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给她一点时间 一点空间 然后让她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然后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我们会support她 目前小S代言的胖达人欺诈案 还未有一个最终结论 但欺诈内线交易等指控一旦成立 小S无疑陷入比穿导莫属带 更为严重的形象危机 到时候作为公众人物 小S的好友们如果仍不愿站在客观立场 就是论事 只是单纯的求原谅给祝福 那么这样的友情遭人诟病 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闻再见 台北报道